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制作呢 是很久以前就有网友曾经问过我的 我们要怎么用Mac这个自动化流程服务 以及Nine 然后来打造一个新闻的机器人呢 往下就带大家来一一的实作吧 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了 如果你对AI教学内容有兴趣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 想要更加深入学习 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Plus方案 就一对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开关养乐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啰 你准备好了吗 嗨大家好我是阿汤 今天呢算是网友许愿的这个AI教学啦 也就是呢用Line打造一个新闻的机器人 那我们今天主要会用Mac这个自动化流程服务 搭配AI整理 最后传送到Line 来完成一个Line的自动化新闻机器人 听起来好像只有三个节点 非常的简单 不过呢我觉得最麻烦的地方是在于 取得新闻来源的部分 虽然方式有很多 但是都没有那么的方便 今天会带大家呢用比较方便的方式 来打造出这样的新闻机器人 好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 我们要怎么去取得新闻内容的来源 取得方式呢 主要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方式 第一个呢是透过API的方式来取得这个新闻内容 那这个方式呢也是我们今天要使用的方式 主要我们会透过News API这个网站来达成 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透过RSS的方式来取得新闻内容 像是Google新闻它就有提供RSS可以使用 只不过透过RSS来取得新闻内容的话 这个每次汇赌给AI去整理的量呢 非常非常的大量 这个呢蛮容易消耗Token的 而且大致上呢只能使用付费的AI模型来处理 所以呢我这边并不是很建议大家呢 使用RSS来作为取得新闻的来源 好那我们透过API来取得新闻呢 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其实基本上没什么缺点 唯一的缺点就是口袋你要构深 才能取得及时的内容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News API的这个价格部分 免费方案的部分呢 它有限制说呢只能使用在开发环境以及测试使用 但是这个部分呢我觉得问题不大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自己个人要使用嘛 再来第2个差异就是免费方案呢 它只能截取24小时以外的新闻 也就是呢一天往前的新闻内容 如果你是想要取得很及时的内容的话呢 你必须要使用付费方案才能达成 而且要付费方案并不便宜 所以呢如果你很讲求你要取得的 一定要24小时内的新闻的话呢 那你可能要去想想其他的方式 今天我们主要就介绍用News API的方式来取得内容 再来呢News API免费方案呢 每天API KEY可以使用100次 其实这个也蛮够用的 好大家确定没问题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取得News API的API KEY了 那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 GET API KEY 这边呢要去建立一个新的账号 然后这边呢就会直接取得一组API KEY可以直接使用 那这个要怎么去使用呢 我们可以先回到首页来看 首页往下这边呢就有一些範例让你去做参考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用Mac.com来打造这个新闻自动取得的机器人来给大家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来开始打造我们想要做的LINE的新闻自动发内容给你的这个机器人 第1个步骤呢我们先到Mac.com这个自动化流程的网站 然后点击右上角建立一个新的场景 首先第1个步骤呢我们是要用连结的方式去取得新闻的内容嘛 所以我们可以搜寻HTTP这个模组之后 然后你可以点击HTTP这个模组 然后往下拉 找到make a request 然后点击它 接下来这些栏位我们要怎么去填写呢 第1个最重要是URL 那我们可以回到了刚刚news API这边来 好往下呢我们先复制它的连结 前面这边就好了 newsapi.org v2 然后到avisitin这边就好 后面问号开始都不要复制 把这个复制下来然后回到make这边来贴到URL这个栏位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填写所有的参数了 参数的部分呢我们要填在这个里面来 我们可以来先新增一个字串 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追踪的新闻关键字是台积电好了 那第1个呢我们NAN要先打入Q Q是我们要搜寻的关键字的参数代码 然后value这边呢就是我们要输入的关键字 比如说我们是要以台积电为主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继续新增参数 除了台积电之外因为像newsapi它是全球性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指定个语言 在name这边呢就输入language 然后value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入leash 这样呢就是代表了中文的部分 再来第3个参数我们可以加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它有排序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name这边呢输入sort by 然后value这边呢我们可以让它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序 那可以输入这个名称 接下来第4个参数呢建议大家呢可以限制一下笔数 可以让这个资料量不用那么的大 在name这边呢输入page size 然后value这边呢就是看你要限制多少笔数 比如说一般来说大概10笔应该就差不多了 好最后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参数呢就是apikey了 在name这边呢我们可以输入apikey 那value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刚呢在newsapi那边 注册完取得的apikey 这个可以在你的后台呢随时都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不用在一开始注册完就把它记下来 然后复制完之后呢我们回到make这边把value这边的填入 我们刚刚取的apikey 好这样就完成了后面就不用再填写了 如果你想要加入更多参数 甚至是可以限制比如说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点的新闻 这也是可以的 那相关的参数我就都会放在资讯栏让大家去做参考 第一个http的部分呢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按下储存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先来试看看 按一下run once 往下啦我们来确认一下data的部分把它点开output 然后data 这边你可以看到正常的去取得这些新闻的内容 那一共有10笔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输出结果呢 你看他现在是json格式嘛 那我们就要透过AI来帮我们整理成 我们就要好容易阅读的内容 所以下一层呢我们就可以加入AI来帮我们整理 这边呢你可以使用openAI 也可以使用免费的openlauter都可以 因为像这样透过API输出的文质量呢并没有很多 所以呢你用一些免费的模型来处理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边呢我们就直接用openlauter的免费的模型来做给大家看 搜寻openlauter 那一样我们要选这一个 credit a chat 这边呢如果你没有加入过任何的AI API key的话呢 你就这边点击add 然后这边要输入API key 你就可以到openlauter那边呢 去注册一个 然后新增一个API key 大概就像这样 你在openlauter注册完之后 你就可以在后台 按create API key 建立之后 输入名称 然后按create 就会取得一组API key的名称 然后你再把它回到 Mac这边来贴上去按save就可以了 好就会变这样子 再来这边往下呢就可以选择相关的模型来使用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输入free 来筛选出所有的免费的模型 那以这样的文质量来说的话基本上你选哪一个来整理你的内容应该都是可以的 我这边就先随便选一个 message这边呢你就是输入给AI的指令 如果呢你要先选择user 然后content 我们这边来给他指令 比如说我们可以讲说将以下新闻内容整理成以下格式 我们给他格式就是日期 标题 灾药 还有来源连结 这样就够了 好新闻内容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点一下之后 左边这边选择前一层的data 这样就好了 我们就按save 一样呢我们可以按一下run once 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输出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右上角的放大镜 然后呢把它点开了我们来看一下输出的结果长什么样子 content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了完全按照我们的日期 标题然后再要 跟这个来源的连结 每一则呢都有按分隔线这样帮我们分开 但是你会看到了其实这个内容呢有些呢跟台积电 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用 台积电这个关键字去搜寻内容嘛 那这个搜寻结果呢其他是模糊比对的如果你想要更精准一点的话呢可以换一下参数 可以把这q呢换成qintitle变成这个参数 然后把它储存 然后再run一次给大家看 一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输出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output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内容呢基本上就都是台积电了 就完全按照我们的关键字 我们刚刚改的那个参数呢qintitle也就是呢 标题里面呢要台积电关键字的才会被抓进来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看你想要模糊比对 或是只单纯比对标题里面有这个关键字 好那新闻的来源内容呢透过AI也都整理完了 我们最后一个步骤呢当然就是要来加入Nine的部分了 好首先呢我们可以到Nine的开发者账号这边来 我们点击新增一个providers 这边建立 然后要输入一个你自己好记得 建立完成之后呢在channels这边右边选择 Create a message API channel 然后这边一样呢看你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官方账号 或者使用既有的官方账号来做都可以 这边我就简单输入一个账号名称 然后email 好夜总大小夜总你可以自己随便选 然后按下确定 往下呢我们就可以按完成 这边呢就可以进入管理画面 然后按同意了解并继续使用 好这样就建立完成了 这边关掉之后 第一个步骤就是点击上方这个聊天 先把聊天打开 然后点击开启messaging API的设定画面 启用messaging API 这边呢就去选择你刚建立的那个provider的名称 就是我们在开发者账号这边 你建立的那个名称 选择之后呢按下同意 好确定 确定 这边的webhook网址呢你不需要去填写 接下来我们不一定要开启webhook 因为我们没有要接收讯息 我们只有要把讯息传送到我们自己的line而已 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line的开发者账号这边来 点击我们刚刚那个provider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我们自己的message的API了 我们点进去 然后回到mac这边来 我们新增一个line的模组 点击进去 然后选择 send a push message 这边点击add 然后这边有个channel access token 这个呢回到开发者账号这边来 点击messaging API这边 然后拉到最下面 直接在channel access token 点击issue 然后产生 SS token 把它复制下来之后 回到mac 我们先贴上去 上面名称呢建议大家打一个 自己记得住的 之后你想要删除这个连结 会比较好找 按下储存 这样就完成line的连结 然后接下来 Tool这一个呢 我们就要填入我们刚刚的 User ID 然后我们可以回到basical setting这边来 然后复制 下面这个 User ID 然后复制下来 然后直接贴到Tool这里面来 再来message这边呢 就是我们要接收的内容 我们按add item 点开之后呢 在text这边 点一下 然后这边呢 右边 可以去点击 把这个点开 点开 然后选择content这个按一下 他就会加进来到这里面来了 好这样就可以储存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设定了我们每天要几点收到这些内容 在第1个htt这边呢 左下有一个时钟 我们点他 好这边下拉之后呢 可以选择每一天 然后这边就可以输入你想要的时间 比如说你想要一早起床看点新闻的话 你就输入0800 早上看你要几点收到 然后按下储存 然后按下启用 记得呢在正式启用前呢 这边是需要按下储存的 然后就回到上一页 确认你这个场景呢 现在是on的状态 那接下来就明天早上8点 他就会自动传送这些内容给你 为了确认他可以正常的推送到我们的Nine呢 我们可以先来测试一次 你就点击run once 然后就开始取得内容之后 到AI去做排版 然后再送到我们的Nine这边来 然后你可以确认一下这个流程呢 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你就可以看一下你自己Nine的那个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收到的这个内容讯息 那就按照我的需求帮我整理出日期标题 摘要跟连结 然后一折一折分开 那你可以往下去做读取内容 那如果看到有兴趣的 你再点击内容去看这些新闻就好了 这样就打造完成了 那你就是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 就会收到这些内容的讯息 看完上面的介绍之后 你也打造完一个新闻的机器人了吗 接下来如果你想要关注什么样的内容 就不用自己再去搜寻了 每天定时某个时间 就会自动把这个内容传送到你的Line去 养成一个阅读新闻的习惯 是不是听起来还不错呢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教学 也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搞不好下一支AI教学 就是你许愿的内容 我是阿汤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